好 大家晚安 今天是這個 2022年的7月5日星期二啦 不過呢各位觀眾你看到 這個畫面的時候 這個 RZ已經在這個 地球的另一端 大概現在 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間 那我已經 大概在這個 要前往這個夏威夷的路上 那 因為 在這個 星期二晚上10點鐘的時間 沒有辦法跟大家 這個如 藏的在這個 RZ動美條裡面 跟大家相見 所以呢就先 預錄了這一段 先跟大家 做個說明啦 那也跟大家告一個假 那 希望 到 蕭威夷那邊 可以一切順利 那我們 的動美條 也可以盡量盡量的 在這個星期二的晚上10點鐘 準時的 跟大家 見面跟大家開播啦 但是 說真的 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還坐在這個 板橋辦公室裡面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個 到 夏威夷會有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麼 一切都是 很開始 而且我也真的 雖然說我 過去 在這個 全世界滾來滾去跑來跑去 的這樣的經驗已經非常的豐富了 但是呢 這也是第一次的 我到海外去做這個軍事的採訪 那這個也是我做這個軍事節目三年以來 這個 這個最 所以 我自己 該說興奮嗎 也不是 但是就是說 真的是一個最長 除的最長城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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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行程 那真的就是 為了自己 一個軍事民的夢想 這個 先把這個家庭 小孩 然後這個 工作 都先 放著 然後 甚至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把各位先暫時放著 真的 萬分的對不起 那就到這個 夏威夷 去進行 Rimpact 2022的這個採訪 那所以呢 我真的不知道接下來星期二的 每個星期二的狀況會怎麼樣 那所以呢就先這支影片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去的時間是 7月5號的早上台北時間早上9點鐘出發 那回來的時間呢會是7月22號 那麼 到達台灣了之後現在目前的隔離政策是3加4的隔離所以 很可能 真的回來要一切正常 可能就大概就是7月底8月出去 那麼 這個是 這個RJKR的行程 那在這邊也跟各位洞美條的觀眾們 大家做說一個說明 那希望 如果 到時候可以 直播的話 你會盡量直播 那不能直播的話 也會希望 請大家 這個可以諒解 好那今天除了跟大家這個 報告一下我的行程之外 其實 今天有一個重要的講題 那最主要是要來講 這個 看不見的戰爭 這確實已經在發生當中了 那各位這個看不見的戰爭 是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在講 這個中美之間的戰爭 當然這中 當然不會是中華民國 這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這個中國跟美國現在的 最主要的戰爭 那 這個戰爭呢 我們當然 現在雙方還在外交上面 還在那裡好來好去 還要 這個還想要跟你講一講啊 那個還想要跟你妥協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在表面上看到的情形 但是 RZ在這邊好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其實這場戰爭已經開打 已經開打 已經開打了 那麼現在雙方其實是 各 誰也不讓誰 這樣子的狀況 那你說RZ你為什麼會覺得這場戰爭已經開打了 我就 緩緩的 就把幾個 我看到的跡象 我跟大家來分享 好 那 最近 最主要的 一個 一個 讓大家很鎮靜的一個消息 但 前幾天就是 關於這個歌神 張學友他的消息 那張學友呢 拍了一個 他們說叫做視頻 我們叫影片 他們叫視頻 那拍了一個視頻裡面沒有提到這個中國這個祖國 那 就就就講香港加油 那這個 這個 影片喔是由這個 中國的中央電視台 他們上架的 結果沒有多久就把他拿下來 那張學友其實在這個影片裡面沒有說什麼 那大家如果有關注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會知道 張學友其實沒有說什麼 重點是在說 這香港是他熱愛的地方 他從小在這邊 出生長大 這個他希望香港一切都好 而且他希望香港會是一個越來越好的一個城市 那他最後說了香港加油 那 就這樣 就被下架了 那這個其實他被下架其實是非常的 不可思議的為什麼這件事情會讓 就是張學友的這個 的這個影片為什麼 有 激烈到需要 被下架的一個狀況嗎 那其實央視能把他下架的那個理由是說 哇這個有許多的網民抗議啦 所以就 霹哩啪把他上架了 當然你知道這個共產黨的習性是那樣啦 就是 他講 他講習你就 往東想就對了 那 對 中國共產黨來講民意的屁啊 民意算什麼東西啊 他根本沒有在意過民意 怎麼會 齁 怎麼會 是講說這是民意沸騰所以就把他下架了呢 一定不是嘛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裡面大佬有人不爽 中南海有人不爽 所以就 把這個 張學友的這個影片下架了 好 那中南裡面有人在不爽 在不爽什麼 美中拉小 不爽他沒有講祖國 那不想 不爽他沒有講到這個祖國對這個香港的這個支持嘛 所以呢 哇這個 這個 這個 武逆天 武逆這個朝廷齁齁這個 這個 怎麼可以齁所以 就 當然就把他下架了 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那 但是呢 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 中國要 把 中國他們內部要把 他們內部的這種 呃 不管是民心士氣啊 甚至這個 關於這個 這些 這些 呃 宣傳的東西 他要給你看的是什麼東西 他其實 掌控的都越來越緊 其實 這 這個最近也聽到一個消息 以前 在這個文藝圈的這個朋友 那他們有一些呢 從事劇本的創作了 那因為 這個中國方面 對於這個劇本 的這個需求 尤其是這個 可行的 那 這個在比較有市場 味道的這種劇本 非常 需求非常的大 那價格也蠻好的 所以台灣的很多劇作家 其實基本上都趕快 都往那方面去 產出 中國需要的這個劇本 那 可是呢 這個 以前這個文藝界認識的朋友 他最近也告訴我說 其實 我們現在要寫這些東西越來越難 因為他限制越來越多 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 這個不能說 那個不能說 好 那這個不能演 那個不能演 那 明定的已經很多了 還有很多是這個 中國所謂的潛規則 就是在默契裡面 不能說 不能做的 不能放的 不能演的 哇這個對他們這個編劇來講 這是日益困難 然後說 編到最後 所有的劇 只可以 到最後可以通過 這個 他們 這個省批的這個 這個劇本 幾乎到最後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 這個 也很難 也不難去想像說 為什麼中國會拍出 像長津湖這樣子的 這個 影片 這是非常 搞笑的 我為什麼會拍出長津湖這樣子的影片 好 所以呢 這個 舉這個例子來說 其實中國 對他內部的控制 我們可以從 張學友這個影片 可見一般的看出來說 他的控制力調其實已經越來越大了 那為什麼中國對 他們內部的控制力調其實越來越大 基本上 跟他中美對抗的這種強度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關係 那所以呢 之前 中國有宣稱 中華民國是 不是 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海峽是 中國的內海 那他這樣子 一宣稱之後呢 馬上 隔天 就一架P8 美國的這個反潛機 就剛好從海峽中間 好像畫線一樣 我給他畫過去 給他飛過去 那當然呢 中國馬上 就有飛機勝空 說要跟他 這個警告他 離開 那 實際上 過去 在這個 1980年代 當時 美國的這個反潛機 也曾經在海南島附近 跟中國的這個戰鬥機 插撞 那造成一位中國的他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 民族英雄這樣子的形象的一個 飛行員 叫王偉 那到目前為止 這個王偉也不知道在哪裡 就完全失蹤沒有找到 但是呢 當時把美國的反潛機 撞毀了 讓這個美國的反潛機 迫降在 海南島的零水機場 那這件事情呢 現在呢 看起來 好像快要在台灣海峽 發生 但是很不合理呀 各位觀眾因為台灣海峽的中線 這個 兩邊 其實是 我們台灣實質控制的島嶼 其實比較多了 比如說像哪裡 像澎湖 比如說像金門馬祖 現在都是 台灣這方面實質控制的 那所以你說這個 以海峽中線來化解的話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公平 基本上 以這個 兩岸的軍力 在過去 還沒有那麼失衡的時候 台灣的空軍可以cover的區域 甚至遠 遠到 這個中國的這個東南沿岸 那這個 當時 大家知道有很多 我們F-14的時代 這個 偵察機的徵兆 幾乎都是深入中國的 這個 領土 這個講起來 也是給人家親門踏戶 這個講起來比較不好意思 可是呢其實隨著 這個中國的國力 慢慢上升之後 這個 中線就已經慢慢推慢慢推 退到現在我們所謂的這個海峽中線的位置 那實際上 你說 這個很多人說 這個海峽中線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默契造成 其實各位 沒有什麼默契不默契的東西 這個從頭到尾都是美國人規定的 都是美國人規定的 因為很多中國人很不爽啊說 台灣的那個 航空識別區為什麼化那個樣子 台灣的航空識別區化到我們中國的內陸來了 那這樣子合理嗎 這樣子公平嗎 哎 到底合不合理公不公平 中國朋友 你們直接去找美國人商量 好不好 台灣的ADIZ不是台灣人化的 台灣的ADIZ甚至不是蔣介石化的 台灣的ADIZ是誰化的 美國人化的 啊真的啊 美國人駐軍在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ADIZ是美國人化的啊 就像 現在日本的ADIZ是誰化的 是美國化的 美國人化的 美軍化的一樣啊 你對台灣的ADIZ不爽 不能去找美軍 真的 中國人對台灣的ADIZ不爽 去找美軍 去找美國人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好為什麼 他 美國要化這樣子的ADIZ 為什麼美國要把 日本的ADIZ化的那個樣子 那原因當然是 美國要對 這兩個地方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他化定ADIZ的地方 在 進行他的什麼 軍事控制嘛 所以基本上 光台灣的ADIZ這一塊 他是怎麼樣被化出來了 他就是隱含著 中美對抗的一個影子 就中美對抗的影子啊 我講的是真的 你看像在ADIZ這個例子裡面 我講了一個比較 密Q的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 台灣話說密Q啦 請問台灣有什麼角色 台灣有什麼角色 台灣可以 出來跟美國老大說 老大 不對 這個ADIZ我不要這樣化 我要化成跟台灣的 韓極形 趕快就好了 我不要化這個樣子 台灣敢這樣講嗎 不敢啊 為什麼 因為那條 那個ADIZ 誰畫的 美國人畫的嘛 中國對台灣的ADIZ有 有意見 中國那些粉紅戰狼 跑來台灣的這個討論區 跟台灣的YouTube 比如說 大學名嘴 這個 這種小頻道 跑來下面叫囂啊 對不對 阿咧咧 阿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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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你有什麼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你把 蔡英文幹翻 蔡英文都沒有辦法改台灣的ADIZ 為什麼 美國人管啊 美國人管啊 所以 我剛剛講的兩個例子 一個是張學友的例子 一個是台灣的ADIZ的例子 就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說 中美這兩個大國 的對抗 在台灣的對抗跟對撞 跟這個歐亞板塊跟這個 這個 這個 大陸板塊一樣的對撞 一樣 一樣 它是非常長期的 它就已經開始在對撞 它非常長期的 它就已經在衝突 所以這場戰爭呢 其實 早就不是從今天開始說 好你有一天 這場戰爭就是 中國跟美國在台灣的附近打一架 好那打一架你說 這個跟我們台灣無關 抱歉 一點都沒有辦法無關 你一點都沒有辦法無關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要 打美國的時候 他直接打美國 他可能被 馬上被美國 丟核子彈 美國打中國 直接被中國丟核子彈 好那怎麼辦 怎麼辦 台灣最誰啊 中國不爽的時候 直接打台灣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在這個兩強的衝突的時候 我們台灣 沒有什麼話語權 講得更悲哀一點的 沒有什麼選擇權 就這場戰爭的選擇權 主動權 都不在我們台灣手上 都不在我們台灣手上 所以說 很多 現在的那些偏紅的名嘴 很喜歡講 說什麼 啊現在的這個 台灣的國家領袖 應該要做的事情 叫做B戰 不能讓這場戰爭在台灣發生 各位 這是台灣領袖有辦法處理的嗎 這本來就已經超過台灣領袖可以處理的程度了 可以處理的程度了 所以 所有的兩岸問題 所有的 台美關係 台灣不管跟中國 台灣不管跟美國 台灣都是被動的 台灣都是被動的 台灣只是中美 對抗之下的一個 你要說舞台也行 你要說這個 中美對抗下面的一個 一個一個 旗子也行 他們就像那個鬥鬥鬍鬍棋一樣就是一個旗子按在那邊 這個 左手按啊過來一點 右手按過來一點 但是中間那個旗子就是被按在下面的 台灣就像那個旗子一樣 台灣就是那個旗子這樣 那你會想說看台灣為什麼做悲哀啊 對不起台灣其實長期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 有去看這個湯吉台老師寫的那一本 大航海 時代 嚇了台灣 那時候台灣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湯吉台老師會在 那一本書的這個 結尾的時候 做了一個結論 台灣的命運都是被戰爭決定 每次台灣命運改變就是被戰爭決定 所以說 我們可以大膽的來想 這一場中美的衝突在台灣 附近或在台灣發生了之後 也會決定了台灣接下來下一個命運 所以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喔 就是既然這件事情會發生 我們就不要 害怕它的發生 因為它一定會發生 它一定會發生 好 回頭來講今天的主題 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這個政產戰爭已經在發生 這場戰爭已經在發生 那各位 這個 很多跡象 都告訴我們 中美 之間的衝突 已經殺到這個 劍骨 已經殺到劍骨 已經招招很選 已經殺到眼紅了 那殺到眼紅 這件事情在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美國的這個 入宿禁管理 過去呢 對中國 學生 對中國的這個 申請到美國去的 這個 這個收嚴收緊 那個 已經不是新聞了 這已經不是新聞 而且 這個對於中國的留學生可以到中國去 中國的留學生可以到美國去 好 那 的這個 許可 其實現在已經非常非常的嚴格了 那 當時呢 這個 在這個 2020 好 這個 這個 900人 當選總統之後 哇這個很多 中國人 這爽的鑰匙說 這個終於把這個萬惡的川普推翻了 那 看起來我們要去美國會比較簡單一點 結果哪裡有 一點都沒有啊 這個完全延續川普的政策 繼續下去所以 現在的中國的 不管是留學生或是要申請 到美國去移民的 其實基本上 門檻都已經 越來越高 而且這個 這個 口收得越來越緊 收得越來越緊 那 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我在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包含要到美國去的 的這個 所有的簽證 那其實 現在都已經重研審查 都已經重研審查 那 你說 審查中國的 中國人要去美國的簽證 這無可厚非啊 他們兩個就提對國家 各位 如果告訴你的是 美國連 台灣記者要進入美國 採訪 他的審查都已經變延了 你會不會嚇一跳 如果台灣記者要到美國去採訪 他要申請的簽證 美國連這方面都已經變延了 你會嚇一跳啊怎麼會這樣 這台灣記者啊 這台灣記者啊 那為什麼台灣記者要到美國去採訪的 的 审查也變延了 對不起 因為他要審查你過去的記者經歷 而且 還有另外一件重點 重點是什麼 他要知道誰在你後面 back up你的錢 那個後面誰出錢讓你來做這件事情 他要弄清楚啊 哇 這跟10年前 這跟5年前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故事啊 過去美國是一個自由度非常高的國家 而且非常尊重新聞自由 所以對於記者的 這個申請 這個 工作簽證 幾乎是 沒有什麼 太大的門檻 沒有問題啊 他都沒有問題沒有問題都沒過去 那到美國去採訪的時候 你要採訪 不管是像我們軍事 方面的你要採訪什麼什麼 他也 很大方的讓你看 很大方的讓你拍 很大方的讓你問 但是 到2022的現在 到底跟 2020年以前有什麼差別 差了一場武漢肺炎 差了一場武漢肺炎 就是最後的 就是 非常大的問題 跟我們不要說武漢肺炎之後 這個 整個東方族群 在這個美國社會 極度被排斥 這個被排斥跟反感率 都急 都急劇上升 那各位 這個 甚至這個整個美國 對於中國的這個 厭惡的 厭惡的程度 其實也急劇的上升 那這個 之前的東北角度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沒有很難想像 為什麼 你狂死那麼多人 美國死100萬人 死在武漢肺炎 你中國說這 關我屁事這不關我的事 對現在美國還沒有跟你報復 可是你覺得美國會覺得這樣OK嗎 I don't think so 這仇恨一定在裡面的 美國在313人口 一下給他死掉100萬 你說 這個 我們 死掉 我們到目前為止 這個COVID-19死掉3000多人 豬群人你希望 就在那裡不會叫我吧 這些人都陳時中給我負責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我們台灣 每天的背景死亡人數是多少嗎 400多人 400多人 馬英九在當總統的時候 每天台灣也死掉400多人 你豬群人有沒有出來叫說 幹19011死掉400多人給我負責 有沒有 所以講這個真是 很沒有姿勢啊 沒有道理的啦 好 話講回來 這場武漢肺炎之後呢 讓中美之間的這個對抗真正開始上升 真正開始上升 那所以呢 而且這個 中美對抗的這個 的這個 的這個 上升的這個 推升的這種 的力道 非常的大 從哪裡大 從哪裡推升這件事情 很簡單 從民間開始推升 所以各位啊 今年的年底有什麼有這個美國的期中選舉 選民不好得罪怎麼辦 對中國雄一點 對中國雄一點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的 所以各個 從各個層面看起來 他們的戰爭都在開始 其實看起來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 看起來是這樣子 所以 我今天因為等一下要出發了 各位所以我 這一集的這個動位調沒有辦法講太多也沒有辦法講太久 但是呢我從 幾個很小的一個觀點 跟大家分享 其實 中美之間的這場戰爭 不可避免 而且他已經在發生 他已經 以前 而且他已經開始在發生 對雙方來講這個都是一無反顧 所以 現在台灣有很多人說 啊台灣人應該努力去避戰台灣總統應該避戰台灣人不能挑釁中國 這種講這種話就是根本是 很 就是很沒有知識的說法 中國要打台灣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很難想像 中國要打台灣 的原因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要打台灣的原因唯一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打台灣跟美國對抗 就這麼簡單 台灣 我再說什麼意思嗎 中國收不收復台灣 跟台灣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不是你說我我去避戰我去那個我我像馬英九這樣子我去抱住習近平的大腿 我去吃習近平的懶叫我去 我去跪舔中國共產黨 他就不會打你 怎麼怎麼會 他打不打你的原因不在你呀 各位你要覺得我在說什麼嗎 他打不打你的原因在後面那個人 在後面那個人 他如果要傷害後面那個人 他覺得打你這個小的可以有效的傷害後面那個人 他就打你了 管你是誰 管你今天領導人是馬英九 管你今天領導人是張亞中 是誰反正你在那邊舔他你在那邊跪他一點屁用都沒有 各位 以前中國 有一篇古文叫六國論有沒有 有沒有 六國論開宗民意 六國論誰寫的這個蘇洛霍那爸蘇老達 開宗民意說 這個 六國覆滅的原因在哪裡 會秦 爭相賄賂秦國為什麼要爭相賄賂秦國他們都在想辦法避戰 他想辦法避戰啊 各位他們都在想辦法避戰啊 現在國民黨這些 名嘴啦什麼帥話的名啦 王八蛋 大混蛋這些人 國民黨的 他們講這些東西就是 你去避戰 但是 各位 歷史上就告訴你了 中國的歷史就告訴你了 那其他西洋的歷史都不要提 還有非常非常多歷史 你找不出 戰爭真正發生的原因的時候 你避戰屁用啊 你避戰每個屁用啊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做什麼我們只能做好準備說 中國來入侵的時候我讓你付出最大的代價 這是唯一最實際的道路 這唯一最實際的道路 只要中國你敢來我就讓你付出很大的代價就這樣 就這樣 那至於你來不來 你什麼時候來你什麼時候 這個我 這這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你要不要來 甚至這都不是我們左右的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一個中美對抗的結果 中美對抗的結果 所以 我在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很清楚的講 現在在 台灣的言論市場有人在叫你投降 有人在叫你什麼啊 這個 尤其很喜歡 用這個烏克蘭來 比喻台灣說啊 你看 這烏克蘭的這個總統 就只是個演員啦 所以那是個大混蛋啦 他沒有好好的把他的國家 顧好啦 所以呢你看現在 哇這死那麼多人家破人亡 他早就該投降了 類似這樣的講法 非常非常多 叫你投降 叫你 對中國 不要對他挑釁 不要對他什麼 我告訴你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個都是中國的投資 中國投資什麼東西 他現在投資這些人 他現在投資 楊永明 他現在投資郭正亮 他現在投資這個唐湘龍 他現在投資這個 這個反正這堆 這堆王八段這混蛋 做什麼 當他真正開始有軍事行動的時候 這些人的言論就會讓你不要抵抗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所以他在降低什麼 他降低他的入侵成本 我要講一遍 因為中國要降低他的入侵成本 所以中國就開始養這些人 養哪些人 楊永明啦 郭正亮啦 那個唐湘龍啦 那那個 帥話雲啦等等這些人 甚至很多 我之前我們中華民國退休的這個將 做什麼事情 開始啊你不要抵抗啦 你不要打啦 你投降啦 那這個要保全我的生命財產 他做的事情是什麼 很簡單 當他要打的時候他可以降低成本 掀起投資降低後面的成本 這些人他做的事情就是要幫中國降低成本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你 不清不楚 你就 被他們帶著走 你就被他們帶著走 所以吼 讓我回頭再講一遍 我再講一遍 中國對台灣怎麼樣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也不是我們台灣可以說怎麼樣就中國對我們怎麼樣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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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意的是你後面的美國 中國在意是你後面的美國 那所以中美之間怎麼對抗 他們這場 現在看起來沒有煙消已經打起來的戰爭 實實在就是要影響我們台灣 實在就是影響我們台灣 所以我 我在這邊吼這一集 這是我動身前往美國之前 就是 特別錄了這一集跟大家講到我 觀察到的東西 那甚至 後面呢我在稍微也能不能觀察到更多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現在我不知道 那我希望 到時候有 可以跟大家做一個更清楚的證明 可以看到 他們演習的內容跟 對象性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我一定會 更及時的 不管是用直播 或者是用像現在的錄播 然後這個 播出給大家看的這個 畫面 那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接下來要趕快去 準備一些 這個 我要帶去的用品了 因為現在也凌晨一點多 花兩點了 那等一下五點就要 出發到機場去了 那麼我在這邊 先跟各位 動尾聊的觀眾 說個晚安 謝謝你們 的長期的關心 那我 會 努力的保持我的平安 那到了這個 夏威夷呢 Cellodon之後呢 再跟大家報個平安 那這邊我趕快去忙了 跟大家說個晚安 晚安 拜拜